你不走 田妮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还需要我跟你明说吗 这好好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行 你不知道是吧 那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没有听错吧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对 我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 我没想到 你这么狠心 行 你想让我从个家走 可以 但是 我必须把孩子带走 什么 你要带走孩子 我告诉你 你做梦 因为孩子是我生的 你想都别想 就算我让你把孩子给带走 你拿什么养了他呀 田妮 我真没想到 咱们才在一起几年 你又开始嫌弃我了 我也说话告诉你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我也一直在忍 什么 你还在忍 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知不知道我忍你多久了 田妮 自从咱们结婚以后 我尽心尽力的为这个家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没想到却换来今天这个结果 我告诉你 这些你早就应该想到了 你啊 就是个窝囊费 钱钱挣不到 长得又不怎么样 我跟你一块出去 我都先丢人 田妮 你 指什么指啊 你再给我指一个事实 我告诉你 你现在最好认证你自己的地位 你走不走 你要不走啊 别管我对你不客气 你走不走 快不赶紧滚啊 你们一大早上吵什么呢 田妮 这一大早上干什么呀 吵什么呢 妈 田妮 她要跟我离婚 要把我给赶走 什么 离婚 田妮 你干什么 放上好婚的日子不过 离什么婚呀 妈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我和她这个婚必须离 我一天都不想跟她过了 行 你不是想离婚吗 离就离 你别后悔 小婚 小婚 你这傻孩子 走快 这呀 是家里的钥匙 还算你实相 小婚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我怎么劝你 你都不听啊 妈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这个婚必须离 行 小婚 我也劝不动你 你们离婚呀 我也不拦着 你有什么相反 跟妈说 比如家里的财产 你们怎么分 妈 分什么财产呀 她一个月挣几个钱 还分财产 再说了 这家里的东西 也都快被她卖完了 婷婷 你说这什么话呀 妈 我说的都是实话 财产分割是吧 行 我现在只有这么多钱了 她不给你 行了吧 我告诉你 婷婷 这钱我不稀罕 而且家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虽然我是个上门女婿 但是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只要孩子的抚养权 我告诉你 王小辉 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门都没有 你要不 现在拿着这些钱赶紧给我滚蛋 你要是非要给我这孩子的抚养权啊 我告诉你 那咱们两个就法庭见 婷婷 你 你什么你啊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你以为咱们如果真的闹到了法庭 这孩子会判给你吗 我也告诉你 判不判给我啊 你说了不算 这孩子的抚养权啊 我必须要 小辉 我知道 你给婷婷离了婚啊 你担心孩子 你也怕婷婷给她找个后爸 以后孩子受委屈 就算你把孩子带走 带走老家 她能习惯老家的生活吗 你别忘了 这孩子啊 从小都在城里长大 在这儿啊 她也习惯了 我知道 你身为孩子的父亲担心她 不过 你在口里口就依你现在的收入 你能让她吃得好 穿在哪儿吗 就算你让她吃得好 穿在哪儿 你能跟那个好的生活条件吗 要不这样嘛 等到孩子十岁岁以后 你要想到孩子 你随时快把她接走 行 妈 我知道了 不过 等以后我条件好了 我会立马把孩子接走 行 小辉 这是妈答应你的 行了 妈 我走了 小辉 把这钱拿开 妈 这钱我就不要了 我走了 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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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真是不让你省心 请进 董事长 不如我说 你怎么跑这里来的 怎么 我不能来 董事长 今天你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婷婷 你知道他是谁吗 董事长 不瞒您说 他呀 是我的前夫 我们两个 因为感情不和 所以就离婚了 他今天 是不是跑到你这里 来告我的状来了 董事长 你可别听他骨头八道啊 告你的状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他呀 是我弟弟 什么 他是你弟弟 这怎么可能呀 怎么不可能呀 如果不是因为我弟弟 你以为你在公司 能做到这么好的职位呀 当初呀 是我弟弟找到我 让我呀 多多提拔你 好给你呀 生职的机会 这没想到呀 你生职以后 居然是这样 居然是这样对我弟弟的 婷婷 你的良性呢 这 这怎么是这样啊 小慧 原来 现在我职位高升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呀 你怎么会早告诉我呀 小慧 我知道错了 你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婷婷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 竟然变成了这样 当初 我为了你 我选择做上门女婿 我为了陪着你 我家都不要了 可是你呢 你现在 有能力了 能挣钱了 就一脚下巴 给踢开 小慧 这都是我的错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咱们两个 不离婚好不好 咱们去复婚 复婚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当初 你把我赶走的时候 你有多绝情啊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清楚 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告诉你 李甜甜 从明天开始呀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董事长 小慧 行了 你别装可怜了 孩子的抚养权呀 我会把我弟弟 要回来的 如果你不同意呀 咱们呀 就法帖剑 还站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走 是不是想让我让保安 赶紧走呀 真是自作自受 姐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行了 小慧 你也别生气了 以后呀 千万别再冲动了 做什么上车女婿呀 看看你现在这受到什么罪 姐 我知道了 以后 我会多听你的 行了 小慧 这以后的事呀 就交给我了 你看 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你呀 现在就回去 陪陪咱爸妈 他们呀 也想你了 行 姐 我知道了 以后就麻烦你了 我先回家了 行 路上慢点 好 好 好